国内疫情不见好转,全面封锁一再延长 现在有越来越多人手停口停,不得不举白气求助 这阵子,全国各地有不少热心的民众以及组织 纷纷设立食物银行为有需要的群体提供物资 协助他们渡过难关 只不过同时也传出有民众索取物资的乱象越来越多 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就分享了一张照片 上面贴着还我桌子的告示 原来这名善心人士摆了一张桌子放物资 让民众自取,最后有害群芝麻摊的乌烟 就连摆放物资的桌子也直接拿走了 另外一个案例发生在柔佛新山 当地有一对夫妻发起了派送援助物品的这个活动来协助贫困家庭 不过后来竟然有求助者透过WhatsApp向他们狮子开大口 除了要求送面包,送泡面,送鸡蛋上门 还特别点了奶茶,鸡排,还有韩国拉面 简直把自己当成是了顾客 还把人家当成了他们的外送员 这对夫妻形容 由于当时对方发送讯息的时间太晚了 他们是隔天才回复的 那名求助者反过来抱怨 你这么迟回复,我等你来救,我早就死了 这语气是非常科薄 本正一片好心,派送免费物资 却意外地勾勒出人性贪婪的一面 你叫人情何以堪呢 在柔福东甲,有一家热心的餐馆 联合当地的抗议志工团成立了一家食物银行 才启动两天,就遭到民众争先恐后 插队强阔,场面一度失控 食物银行的两名负责人 在接受八点罪恶报访时就说 由于前来领取物资的民众不肯遵守SOP 而且志工团在给予劝告的时候 还被无理地谩骂 让他们只好宣布暂停运作 转向另外一种方式 继续向民众派发物资 第一天的时候应该是接近百多份 应该是二十分钟就完了 第二天就是我们准备蛮多 至少有一个两百多份 然后也是一样最快半小时完了 抢来抢去,然后我们也很担心 因为有一些单位就告诉我们说 你们如果是这样子 他们在抢物资又不要SOP 可能分分钟会因为你们的这个活动 好心变坏事,爆发另外一个感染群 因为我们不知道在场有没有带去折 第二个问题因为人潮积极太多了 导致这条街的交通面对阻碍 由柔佛东甲抗疫志工团 和当地一家热心餐馆联合成立的食物银行 才启动两天 却遭到民众争先恐后插队抢货 面对民众无礼的谩骂 再加上一些人不愿意遵守SOP 志工团无奈之下 只好暂停食物银行的运作 尽管计划遭遇阻碍 但是志工团并没有因此心灰意冷 反而转换另外一种模式继续他们的善行 为了帮助真正需要的家庭 他们开始走进社区进行家访 审核之后登记资料 再把物资送给这些弱势者 让善行发挥真正的意义 负责援助计划的餐馆老板李止红 一边接受访问 一边跟团队继续开车 前往求助者的住家 他透露 所有援助物资 都是热心人士私人赞助 积少承拖而来的 那我们去后车厂 这个是我们自己食人的朋友 他们食人的赞助 他们买什么来我们就拍什么 面粉 面粉 麦肌面 糖 红头酸米 马铃薯 就给他们足够用一个礼拜 到两个礼拜这样 在拍送物资的过程中 志工团也分享了一些 让他们哭笑不得的故事 比如说有得寸进尺的民众 在索取物资时 会跟他们讨价还价 或者一些家境状况 还过得去的人 也抱着不拿白不拿 这样的心态想来占便宜 我们那天就去拍饭盒 拍到给一个伯母 然后他问我有没有咖喱鸡 他讲他没有咖喱鸡他不要 还有一个是来到我们的Foodbank 他问我们这个米是什么牌子的 有几个他们来拿 我们Foodbank没有东西了 就剩一点番薯叶 他拿了他就讲 你只给番薯叶这样而已 我就讲 兄弟这些东西是人家支援来的 我们有什么我们放什么 不是要什么我们给你什么 不是这样子的东西 家访结束之后 志工团也马不停蹄的 赶回大本营 继续包装隔天要派送的物资 房屋过程当中聊着聊着 就有人来询问 要怎么样登记申请物资援助 三个人要登记 他登记 他还有人要登记IC 现在可以看到像我们的阿良 他就现在跟着申请者来登记 他就走进来 把他的IC提供给我们 我们会记录他的地址 他的联系号码 就是这样子 一个简单的故作罢了 东甲抗议志工团的队长 王岐翔坦言 他们成立食物银行 和救援队的初衷 很简单 就是想要帮助 因为疫情而深受困境的民众 虽然过程中 有遇到让人失望的糟心事 但是他们认为 只要能够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 一切都很值得 成立的初衷 这个Foodbank跟救援队呢 就是想要协助真的是有需要的家庭 因为其实蛮感慨的看到这个新闻上 是有家庭陆续续的发生这种悲剧 虽然你有遇到这些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真的把这些物资送到他们手上的时候呢 是让我们觉得最欣慰最有成就感的 病毒无情 但庆幸人间有爱 尽管最近社会上不断传出 有民众的善举被滥用的案例 但对这一般志工团而言 只要还有人需要帮助 他们就不会亲眼放弃 我们没有去放弃这个东西 因为可以帮多少是多少 会啊 还是会做啊 因为真的还是会有很多人需要帮助 因为我们现在暂时没有做工 现在可以帮助别人我们就先上 累是一定会累 可是我们帮到人我们就开心了 虽然善心人士派送物资引发一些人性贪婪丑陋的一面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还是有很多人需要帮忙才能够撑下去 所以善心人士和志工团队还是会坚持走下去 那么东甲抗疫志工团的队长王岐祥就说 疫情期间大家的生活都不容易 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可以看到更多的人性光辉面 有一些原本已经申请援助的朋友 在知道志工团的物资是热心人士自掏腰包赞助的之后 他们主动放去领取把这些物资转送给更需要的群体 是的 尽管疫情之下 民众的善举难免会遭到一些害群之马破坏 但是我们的社会上还是有很多生活困苦的民众 等着大家伸出援手拉他们的一把 让我们一起为全国各地坚持继续送温暖的善心人士 一起点赞